OK 今天給各位來繼續介紹 我們的麥克風 我的橡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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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矩陣的這個 一些基本的運算 我想各位在高峰 應該都有 或者其他人這邊都有 稍微不審問 那麼 矩陣比較 然後 跟別的運算不一樣 就是矩陣的乘法 矩陣的乘法 它的由來 我想這個 矩陣其實在19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建立起 現在矩陣的一些運算 但是真正把矩陣發揚光大 我覺得還是 昨天給各位介紹的 Heisenberg 非常偉大的一位科學家 他在研究量子力學 電子的能量的時候 你知道 以前的 二十世紀初的科學家們 對於原子的構造 就認為 原子是由電子 繞著 原子波在做運轉 那麼電子有它的軌道 有它的林律 那麼 最有名的就是 鮑爾的理論 鮑爾的理論 就是 這時候原子和 這時候有一個電子 有另外一個電子 在不同的軌道上 不同的能階 這是第一個能階 這是第一個能階 第二個能階 那麼 假設我們要重現 跑到第二 上面第二個能階的話 我就會四項組 μ它的頻率 也就是各常數 這個是量子力學 非常有名的 這個這個 所以 以波爾的理論來講的話 它能夠算出 非常的 準確的預測 當我的電子 在不同的軌道 它的能階 它會有產生一些 放出 電子波 能量等等 用這個可以完全的解釋 可是它 另外一個 年輕的科學家 海森堡 他就對這非常的 迷惑 他就想說 我們知道它的能階的茶 可是我們能知道 它在任何一個能階上 它的頻率是多少 它的位置在哪裡 它的能量是多少 不知道 我們所知道的 我們所知道的 只是 六大一 等於 H1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所以他就想說 也許 我們疏忽了某些地方 這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舉例 各位 比方說 以前坐車 現在坐車都是 因為都是比較簡單 上次也刷郵遊卡 做這個高鐵 20塊 做這個 捷運車 做這個 還有做這個 公車 15塊 16塊等等 一段 當然是固定的 頂多兩段是下次再刷一個 可是 已經勾搭我們說的公路局 有那個小姐賣票 他會問說到哪裡 到哪裡賣的票不一樣 哪一站的票都不一樣 多個幾毛 多個一兩塊什麼 我舉個例好了 好 假設 我從A 到B 再到C 再到D 有四個 A到B呢 我要一塊錢 B到C呢 它0.5塊錢 C到D呢 那兩塊錢 因此我可以做一個表 就是一個表 A B C D 這是我的location 然後呢 我可以把它定一個 level 你可以 假設它的是 價錢的level 能量的level 都可以 那麼 A的話 自己跟自己 當然是 不會要不要錢的 然後 A到B的話 一塊錢 A到C的話 1.5 A到B的話 3.5 3.5 非常好 票價都有了 所以A上車的人知道 我要到哪裡下車 我知道我付多少錢 問題來了 我說B上車的人 我想要到D 我想要到D 我要付多少錢 他說 因為我不知道 我B B並不是這個參考這個基點 你一定要把自己當作參考基點 你才能知道啊 A是當作參考基點 所以我可以知道到B B的價格 但是B並不是參考基點 我B上車的人 我不知道我參考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參考基點 我不知道有多少錢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發明所謂的 各位在那個什麼 高鐵站或是在這個火車 會看到這個票價表 那要不要長什麼樣子 它是不是一維的 不是 No 它是二維的 它是一個二維的 我們知道A到A不要錢 B到B不要錢 C到C不要錢 B到B不要錢 然後呢 A到B多少錢 1塊錢 B到C多少錢 不是 A到C要多少錢 1塊5 3塊5 同樣 這是對稱的 然後呢 這個B到C要多少錢 0.5 同樣的 同樣的 C到B 還是0.5 對稱 然後呢 這個D到B B到B B到D 要多少 B到D 2.5 這就是2.5 然後呢 D到 C到D是多少錢 2塊錢 然後D到C2塊錢 所以你可以看出 這是什麼 對稱的 對稱的 矩陣 這是我的 對角線 這是一個對稱的 矩陣 所以由這個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 定義出我的票價 OK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矩陣的概念 那麼矩陣的加減乘除 當然矩陣有加有錢 沒有出 矩陣的乘法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東西 好 這個矩陣的乘法呢 我們來做一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要做兩個矩陣的相乘 假設我要做兩個矩陣的相乘 我們把它稍微有一點物理化的意義 假設這個矩陣是一個84的價錢 這是81 這是82 第二 就是你要搭巴士 你要付的價錢 那顯然這個價錢表 就跟我剛才這個很類似 我們來做個例子好了 好比說 就像我們高雄 高雄不是有什麼水壓的船嗎 不是有什麼觀光雙程車嗎 不是有輕軌列車嗎 我們高雄實在太幸運了 有這麼多的觀光的東西 然後前幾天還連放的14天的煙火給你們看 好高興 你們不曉得那時候 正好我們的PM2.5是紙報 不是紙上加紙 我都不曉得這些政治人物腦子在想想 雖然OK 不曉得不曉得這個 講得滿好的 好 來 假設我現在是 是從這個 我們現在假設一個 有兩個觀光景點 第一個叫做高雄 高雄呢 可不可以在高雄你們自己繞著玩 可以啦 所以放你們到高雄 要多少錢 一塊錢 這是第一個巴士 然後高雄我可不可以去隔的海 去我的騎金玩可以 騎金要多少錢 三塊錢 那我可不可以從騎金到高雄玩 可以還五塊錢 And so 問我說 欸為什麼 高雄到騎金跟騎金到高雄價錢不一樣 現在一般人都是一樣 但是我問問大家一下 你做過那個阿里山小火車沒有 小火車家以成本而言的話 你是上山的飄價貴還是下山的飄價貴 上山 什麼哪一個哪一段 你要的成本比較多 燒煤啊 上山啊 上山啊 對不對 所以嚴格講起來 上山跟下山的價錢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大家不會這樣做 因為比較簡單嘛 所以這真正的物理社會裡面 物理世界裡面有可能這個情況 然後騎金在騎金裡面呢 自己玩一玩耀兩塊錢 這是第一個巴士 第二個巴士也是一樣的 方面也是一樣的 高雄到高雄 玩耀到兩塊 高雄到騎金玩耀到一塊 還有四塊 然後騎金 到高雄到七塊 騎金在騎金裡面玩耀三塊錢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二乘二 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它將來也是一個二乘二 我當然會跟各位介紹怎麼樣相成還有歸 我們也假設它就是變成二乘二 然後呢 它也同樣有一個概念 也是你把它想像成為 這裡是高雄 高雄 多少的錢 高雄超過 超過的誰啊 好 我可以寫到這裡來 我可以把它假設成為 這是高雄 在高雄做營運 就是玩的錢 高雄到騎金玩的錢 這是騎金 騎金 到高雄的騎金再騎金 我們來試試看 你要把在物理的世界 你要把所有的可能都要算進去 高雄到高雄 我們可以怎麼做 怎麼做 我們可不可以用高雄的 在坐第一個巴士 在高雄先玩一天 先自己先玩一天 是不是一 然後呢 有沒有可能 我在坐第二個車子 也在高雄玩 你不能怪我啊 我喜歡玩啊 我第一輛車坐完 我第二輛車我坐完 是不是一乘二 這是第一個可能 還有什麼情況 在高雄玩 高雄下車 有沒有可能 我在高雄玩 我先跑到騎金 騎金這樣 是不是三 二百一騎金 三 然後呢 我再坐第二個車子 從騎金 從騎金 從這個騎金 再到高雄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所以這邊是 這邊是 三乘七加起來 多少 二十一加二 二十三 所以我可能的所有的路線 總共加起來是二三 同樣的 我高雄去到騎金的話 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先從高雄到高雄 然後乘上什麼 高雄到騎金 高雄到騎金 我第一輛車先坐高雄到高雄 玩爽的 下了車再換第二輛車 再高雄到騎金 可以吧 可以 這是第一條路線 第二條路線呢 我還是高雄到騎金 到了騎金之後呢 換第二條線 怎麼樣 騎金到騎金 再騎金完 再騎金完呢 下次還是騎金呢 所以得到答案是什麼 1乘2加上 1乘4 對不起 1乘4加3乘3 所以等於是913 然後把其他都可以列出來 太棒了 原來這個 舉勝的相承 是有這個意義 現在我又給各位玩個小魔術 我老子不喜歡先坐這個第一輛車子 我喜歡先坐第二輛車子 怎麼樣 我們坐第二輛 所以是 2 4 7 3 乘上 1 3 2 同樣 同樣概念 這個呢 也是 高雄到高雄 所以有什麼可能呢 先坐第二輛車子 只是第二輛 只是第一輛 先坐高雄到高雄 然後呢 再換第一輛 還是玩高雄到高雄 然後成一輛 還有一種方法呢 怎麼樣 我先高雄到齊金 4塊錢 然後呢 在齊金 再回高雄 就5塊錢 所以這個是多少 20 20 20 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個A矩陣 乘上B矩陣 不等於B矩陣乘A矩陣 這個就是矩陣的一個特徵 當年 海森堡 在解釋波爾的量子理論的時候 他覺得回 這很有趣 因為我們要說一個電子 它的位置 或是它的動量 可能不能用一個 一維的來表示 我們可能要用二維的 矩陣來表示 他非常聰明 他 最後 他發現 假設我的 任何電子 動量 叫做P 注意啊 它是二維的一個矩陣 任何電子 它的位置 叫做Q P乘Q P乘Q 跟Q乘P 這個發現 不一樣 差距多少 差距I 虛數的I H 你知道嗎 只知道他發現了這個量子力學 還真正的建立起來 然後他 然後再拿他的諾貝爾獎 比歐大I 成長的 比歐大I 一定是這個這個這個 大I 等於多少個字 就是你的 你不可能 這是我測量動量 它的不準度 以及 車輛 位置 它的不準度 不可能 兩個都非常準 它一定會有一個 誤差 這個誤差小 這個誤差就大 這個誤差大 這個誤差小 這個完全精確 這你就不知道在哪裡了 這叫做測不準原理 車輛的原理呢 我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說下雨的時候 我要測量 各位看這位同學睡得很正 非常的人 我一定要讓大家看看這些同學 能夠睡成這樣也是不簡單 就是我們 OK 我舉一個例子 好比說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下雨的時候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欸 請問 雨滴的速度是多少 怎麼測量雨滴的數目 你是不是要跟著雨滴 拿一個馬錶 然後雨滴跑多快 你就拿多快 原來雨滴的速度是這樣 所以雨滴的速度的 測量完全精確 但是什麼東西不知道 請問位置在哪裡 完全不知道 同樣的 你想要知道雨滴的位置 怎麼求他位置 這些掉漢 停下來 OK 我知道位置了 速度呢 完全不知道 就是車不準原理 非常這個了不起的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兩個 這個運算 相乘 它的這個 成績不一樣 成績的次序不一樣 得到結果不一樣 這個矩陣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例子來介紹 好比說 我早上要這個 我可以先洗臉 再刷牙 兩個動作 對 兩個運算 我可不可以先刷牙 再洗臉 結果差不了多少 有沒有結果 有沒有差別 這個A乘B跟B乘A 會不會不一樣 應該是一樣的吧 可是我有時候洗完 是先洗臉後刷牙 我老婆就會罵我 為什麼 因為刷過牙之後 還沒洗過 連你洗過 這邊有個白泡泡 很丟人 有時候上課還不知道 不要罵我 所以我會改變 一定要先刷牙再洗臉 這生活小事 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比說 你到底是先穿鞋 還是先穿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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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有些差別 差別就是你被人家笑 有這麼笨的襪穿這裡 那我再問各位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快要死的人 又渴又餓 你是先給他喝水呢 還是先給他飯吃 你給他先吃飯的時候 再喝水 他可不可以先掐死 割死 你可能要先救他 先喝點水 讓他脫水能夠 然後再給他吃飯 這更淺顯的這個例子 你是要先扣板機呢 還放子彈 還是先放子彈 再扣板機 得的結果一不一樣 你看啊 你看啊 扣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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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子彈 裝子彈 這是一個運算 另外一個 裝子彈 然後 再扣 剛剛這兩個 這個減症和這個減症一樣 這兩個相差的一種東西 alive 有沒有差別 有的 所以 矩陣的相成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 數學的發現 當然有很多人在質問這個 你認為這兩個 這個這個 兩個運算 改變順序會產生不一樣 那我問你 F等於MA 所得的結果 跟F等於AM 得的結果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一定要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古典物理對不對 古典物理 我們討論的質量是什麼質量 我們的討論是宇宙啊 大到給宇宙啊 小到你現在什麼東西 我丟個筆啊什麼的 都會有加速度 有熱體對不對 請問 在原子的世界 量子的世界 有沒有這麼簡單啊 沒有囉 它是一個質量 是一個矩陣喔 加速度也是一個矩陣喔 所以這時候你要注意到了 所以這個矩陣它的相成 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OK 那我們現在來詳細的介紹 矩陣的相成 OK 假設我有一個矩陣A 我們上次林規介紹過 矩陣有所謂的M乘N 它的意思代表 我這裡有幾個 有幾個M M 然後這裡有幾個M N 所以M乘N 可以寫成為 這裡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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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1 A1 第一個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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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3 M M M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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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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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1 A3 A3 A4 I don't know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边干什么 是不是在做一个商业行为 是商业行为呀 你们交钱我才有薪水呀 你们交钱才能念书呀 你有看过哪个人去那个餐厅 点一个大碟菜 交了五万块 大家说好了菜来了我不吃了 我要回家睡觉了 我说我就在餐厅睡觉 有这可能吗 有这可能吗 好好思考一下 要把你们的青春浪费到了 全是小时 好的 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子的东西 可以相乘 假设我要乘一个B这个矩阵 B的矩阵 要跟它相乘一定有一个规定 就是这是M乘N 它的矩阵一定得跟这个一样 第一个一定要是M 第二个什么都可以 这两个一定要一样 得出的结果 A乘B等于一个C 中间这就没有了 M乘P 所以假设是方块矩阵的话 N乘N 所以得的结果也是N乘N 方块矩阵最简单 就像我们刚刚2乘2 乘上2乘2得的结果是2乘2 OK 那现在我们问说 里面的系 这个原始怎么算 假设A是这样子 这是第i个 第i个 这是A B呢 这个呢 是J 第J个Column 直的 B B J D B J 2 直到B J 看看有几 多少 A OK 好的 所以我们得出的C B B 它是N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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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